欢迎大家收看《六度挑战》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基辅市长 泽连斯基在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 克里奇科的讲话中却透露出一种我知道你做错了 但我还是要支持你的态度 这样人不禁想问 他真的是在为泽连斯基辩护 还是在借机批评他 请大家收看 基辅市长 泽连斯基在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市长克里奇科 在接受瑞士媒体采访时 直接态度对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了批评 但他同时强调 战争时期必须团结一致 继续支援总统的工作 德国之声中文网 乌克兰基辅市长维塔利 克里奇科 维塔利·克里奇科 日前接受了瑞士新闻网站20分钟 20minuton记者的采访 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泽连斯基总统的批评 被问到对泽连斯基总统的评价 克里奇科回溯到了战争爆发之前 人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我们没有为这场战争 做更好的准备 为什么泽连斯基直到最后 都一直否认会发展到这一步 俄国人怎么会那么快就逼近了基辅 有太多的信息与事实不符 他说 泽连斯基在为自己以往的失误付出代价 但他同时强调 作为总统 泽连斯基具有重要职责 我们必须继续支援他 直到战争结束 但在战争过去之后 每个政治家都要为自己的成功与失误受到评判 周日在20分钟网站刊发的这篇采访 立即得到了多家乌克兰和俄罗斯媒体的引述 52岁的克里奇科 曾是叱咤世界体坛的重量级拳击手 退役后从政 2014年当选基辅市长 他还在采访中明确表明 支持乌克兰军队的最高指挥官 扎卢日内 扎卢日内不久前表示 战争目前陷入僵局 乌克兰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引起总统泽连斯基的不满 他说出了真相 克里奇科说 有时候人们不愿听到真相 但毕竟他是负责人 他对当今的形式做出了解释和说明 克里奇科呼吁政治人物 应该对公众更加诚实 我们当然可以满怀乐观地 对民众和我们的伙伴撒谎 但无法永远瞒下去 他还承认 作为市长会与政府高层发生分歧 例如中央和地方 谁应该为维护管理防空洞等战事设施负责 他抱怨上层有一些政治小动作而在战争时期 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尽管如此 克里奇科认为 不应该在目前乌克兰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刻 陷入本国政治阵营之间的斗争 被问到他个人的政治暴富 曾经有意竞选乌克兰总统 先为反对党乌克兰争取改革民主同盟领导人的克里奇科表示 在目前的情况下 谈论这个问题是不明智的 他还强调 乌克兰的战后重建 不仅仅涉及到被毁坏的房屋和桥梁 还包括司法 行政和政治的改革 他认为在战争结束后 必须尽快落实有关改革 因为这个机遇可能转瞬即逝 现在请看六度挑战主讲人六博士 对这篇文章的内容与涉事人提出质疑与挑战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基辅市长克里奇科的这次讲话 他在一次采访中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直接的批评 但他同时强调 在战争时期必须围绕总统团结一致 继续支持他的工作 这种表态 恰如其分地展示了他的政治智慧 既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又没有忘记在公众面前保持对总统的支持 然而 克里奇科的讲话中却透露出一种我知道你做错了 但我还是要支持你的态度 这让人不禁想问 他真的是在为泽连斯基辩护 还是在借机批评他 他的这种表态 既可以被看作是对泽连斯基的支持 也可以被看作是对他的批评 克里奇科在讲话中提到 泽连斯基在为自己以往的失误付出代价 这句话的含义十分明显 他认为泽连斯基的失误是导致当前战争爆发的原因 然而 他在批评泽连斯基的同时 却又强调要继续支持他 这让人不禁质疑他的真实动机 他还提到 战后的乌克兰需要进行司法 行政和政治的改革 而这些改革必须在战争结束后尽快落实 这句话似乎是在暗示 他对当前政府的治理并不满意 希望能有所改变 然而 他又没有明确指出哪些方面需要改革 这让人不禁质疑 他的建议是否有实际可行性 总的来说 克里奇科的这次讲话 充满了矛盾和模糊的表述 既没有明确指出泽连斯基的错误 也没有提出具体的改革建议 他的讲话更像是一场政治表演 只在吸引公众的注意 而不是真正解决问题 这样的表态只会让人对他的真实意图 产生更多的疑问 对于克里奇科市长的这次讲话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政治智慧 既表达了自己对泽连斯基的批评 又没有忘记在公众面前保持对总统的支持 但同时 他的言辞也透露出一些矛盾和模糊 他指出泽连斯基的失误是战争爆发的原因 却又强调要继续支持他 这让人不禁质疑他的真实动机 他提到需要进行改革 却没有具体指出哪些方面需要改革 这让人不禁怀疑他的建议是否具有实际可行性 总之 他的这次讲话更像是一场政治表演 旨在吸引公众的注意 而不是真正解决问题 我们应该保持警惕 不要被表面的言辞所迷惑 要谨慎地分析和思考 那么 你对这次讲话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